嗨,大家好,我是Bruce 那我是在从事Farm Oil Futures的那个Education 大概都已经是第15年了 我2018年去年才开始正式的投资房地产 如果讲我去年有学,学过一个课程的话 那个课程是一个启蒙 那如果说你要跟OBAN的话学的更多东西 比如说ISC啊,或者是省一些MOT,RPGT啊 或者是把它变成生意,把它 property 变成生意的话 要省一些tech的话 那我觉得Wiki老师是一个 advance的 更详细的课程 因为之前就是对ISC很好奇 很觉得萌萌懂懂 所以我觉得在Wiki老师的这个课程里面 IEC是给我很清楚的了解什么是ISC 如何用谁包含来买房地产 然后还有就是省一些tech啊 因为投资房地产最后tech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MOT,RPGT等等这些 要花钱的东西都能省掉 在这方面这些东西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重要的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let long property let long property有很多好处啦 所以就是来学Wiki老师 然后来更了解这个课程了 因为我有一间有限公司 然后我要用小学公司去买更多的房地产 就是所谓的IEC 用IEC来买 然后那还有就是 每个人的国大都有限嘛 对不对 那到最后的part的时候就是说 那个portfolio你自己投资版权 不是栽栽的去投资罢的 栽栽买虚都会买的 但是你要怎样flip啊还是keep啊 又或者是获得更多收入啊 Renter啊 Airbnb啊等等 然后怎样改装啊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 在Wiki老师的课程里面是学到很里头 我觉得这个课程是很好的 那如果是你在市场上啊 或者在Facebook啊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课程 那么我是觉得 如果你不要走约网路的话 就直接来上Wiki老师的课程 那如果你已经学了别人的课程的话 我觉得Wiki老师的课程就是Advanced的课程